禁制 河南新一代 二经条 印度魔鬼胶 按照4比3比3的比例调剂 辛辣风味的干蝶 在周庆飞手上 调配了近32年 它是这家麻辣烫店铺 传承至今的原油 今年54岁的周庆飞 是乐山市牛华镇 最早一批制作麻辣烫的人之一 三十多年前 为了养育一对儿女 周庆飞靠着一口锅造起家 如今小摊发展成了店面 招牌干蝶却始终如意 最开始那个时候 就是在人事口 人事口买豆腐来人的外头 然后住了住了 就觉得吃了人一个 有的它开始又多了 那我们这些爱到附近 接见了就听到说 就开始来吃麻辣烫 每天上午11点 蔬菜 牛肉 五花肉等 各类食材一字百开 繁忙的穿牵工作 如火如荼地进行 土豆反穿 牛肉反复上下穿插 更为牢固 白红竹签明码标价 荤素有序 根根竹签串联起细碎的食材 照顾到每一位食客的食用便捷 每逢节假日 店内一天要消耗上万根竹签 这些竹签都取自大山深处 十月 民江河谷 碧绿无银 西北风吹拂着竹林 毛竹开始紧缩 王立常穿梭在竹林中 找寻两到三年熟的散生竹 眼前这种纹理通直 根系稠密的竹子 韧性十足 是制作竹制品的上好原料 巨声打破了蝉鸣 带来了根根竹签的心声 一系列娴熟的动作 透露出夫妻俩十年如一日的默契 在两人的匠心巧思下 竹签 竹篓等竹制品相继完成 他们静默地延续着祖先们 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 这本地的竹子比较多 它带有一个青检位 然后这个竹子就租了 带过去 它是不擦身比较负责用的 变化万千的市场 犹如一个浪潮 周庆飞从未想过随波逐流 沉心坚守老味道 是小店的发展信条 如今 在油锅旁长大的女儿张爱佳 开始将母亲的操持和辛劳 慢慢接受 天蒙蒙亮 女儿张爱佳便开始张罗着炒制底料 即便是炒制了十年的底料 它还是严谨地调配香料比例 只为保证底料不出一丝差错 以大火炒制 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 迅速溶解 各色香料入锅 皮线豆瓣酱 让汤汁愈加浓稠 不同于火锅底料的炒制 经营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主角 三斤冰糖提亮色泽 赋予汤汁甘甜滋味 老少皆宜 是这家老店延续至今的甜蜜守则 270摄氏度的火候 双手不停地翻炒 避免粘锅 每分钟翻炒28下 豆瓣逐渐蜕变成深褐色 味香色浓 此时魔鬼胶郑重出场 辣味缓缓嵌入汤汁 味甘甜的底料平添了一丝绚丽 鲜辣回甘 红亮动人 2500多下的持续翻炒 才能完成15斤的底料炒制 30多年来 张爱家的母亲 就是重复着一产一产的单调动作 让生活逐渐充盈起来 最开始父母做的时候 其实也是破育无奈 为了生计嘛 而且非常的辛苦 每天营业到两三点 这些都是妈妈一个人在做 还要顾家里照顾我 经常都是很累的 有时候切牛肉 切一切的都睡着了 但手还在机械性的切 一千米外的菜市场 新鲜的食材再次汇律 周庆飞已然成为市场里的熟客 敏锐的眼光将食书 猪腰片等新鲜食材一一拿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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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击 坚持一个人 一辆三轮车去采购新鲜食材 也是周庆飞一贯的固执 周庆飞身处的这座古镇 古码头焦香辉映 一条四季长青的流花溪 徐徐流经 因流花溪中的花通华 人们便亲切地称这里为牛华镇 屹立在武通桥区的盐井雕像 见证着牛华镇盐业的繁盛过往 过去 盐工们在盐锅旁撑起汤锅 用竹签穿起牛肉砸碎 烫煮果腹 以补充大量的劳力能量消耗 这种不经意间创造的烫煮方式 早已逆袭成为当代饮食的风向标 午后 时刻散去 周庆飞抓紧时间处理腰片 新鲜的猪腰片对刀工要求苛刻 三十度倾斜下刀细切 表面绽开了层层波纹 三毫米的厚度 是为了让更多的香料簇拥而至 葱姜蒜提鲜 白酒去腥 两小时的浸润 足以让猪腰片重获新生 如今 继承了母亲麻辣烫手艺的张爱家 将家乡的美味流转到美食聚集的成都 分店每天保证上千串的腰片供应 不点腰片免费赠送一盘 这条不成文的规定 暗示着一家人对腰片的器重 几年前 从牛华镇搬到成都居住的丰叔一家 时常光临张爱家的小店 时间没有抹去老味道 味觉记忆牵引着人们频繁往来 滚烫的汤汁让腰片快速跃动 甜辣的味道慢慢渗入 腰片上下起伏 只需15秒 筋到爽滑 辛辣回甘的甜辣风味 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下水呀那些都属于是比较好的一些食材了 所以说当时这个菜品就非常的一个受欢迎 我们也想大家能正确了解腰片的一个吃法 所以说就也来坚持来做 每天就赠送 他们推荐就这个腰片应该怎么吃更好吃 从最初舀几条姜水 涮煮生菜果腹 再到辣椒 冰糖等调料 丰富的食材让平淡无奇的汤汁瞬间浓烈 沉入锅底的辣椒 造就了麻辣烫的冠谦风味 更是岁月沉淀 滋生的人情味 这家店开的时候我应该都高中吧 可能也就15岁 今年45了 整整30年了 当年来吃的时候是小女孩 然后我女儿现在就是当年的我 从这家店开始 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店中就吃 时代做就吃了 现在这样子 每次我们回来 永远都在外地上呗 包括朋友啊 亲戚啊 找我们回来 这个是必须完成 就像一件事情必须要完成它一样的 而且味道这么多年来 都一直没有变过 都还是小时候我们吃的那种味道 辣椒的流转 食材的沉浮 命运的起伏 再沉再浮 是沉心坚守 亦或是标心立意 没有人能够给出正确答案 漫长的岁月里 辣椒连接出人与美食 结伴同行的故事 而故事的根源 终是心底那一抹 挥之不去的家乡之